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才 主要第一個嘛,然後第二個我覺得就是火妖了 OK 然後火妖的解放其實好像也不難啦 好,打野各位看就知道了,其實超簡單 然後第一關就寫下技能 因為在王關第三關的時候會用到我們的每一個男士的技能 然後我們先解決掉一隻 然後再慢慢洗 唉唷 嗯,沒有火珠 好,記得第一關一定要洗到技能啦 不然第三關應該會打不贏 我們用滑鼠轉速實在是很不好轉 還是用滑鼠轉速可以轉很強的 我是沒辦法 好,我們把第二隻也帶走 一直吹火珠,唉唷 好,第三隻千萬不要打死啊 在還沒寫完技能之前 唷唷唷唷,好,差不多了,可以帶走啊 OK 好,再來第二關 第二關應該是 也沒有難度啦,會變成問號符石而已 注意一下就好 這樣,這樣 嗯 嗯,又缺火珠 好 好 好,差一點 好,有了 好,來到第三關 第三關的話應該是要開每個男士的技能幫他燒死的 應該是吧 無閒夜 無夜閒者 為什麼要來破壞我的幸福 這樣說我符石變為黑白色 對 敵方全體全體點燃 死獸影響目標狀有火屬性 並受到自身攻擊30倍火屬性傷害 持續傷回合 OK,就點燃啊,點燃人家啦 點燃知道嗎 唉唷,唉唷,點燃啊 原來如此 因為這邊他防禦率很高啊 所以只能用燒馬燒死 OK,自身攻擊力30倍的燃燒 然後 應該 消到珠子就可以了吧 對,有消到珠子就可以了 欸,還是不用消啊 不用消應該也會受傷害吧 哇 這樣還是妖精嗎 你看他 都已經變成龍 那個異界龍的樣子了 OK,好 然後 解放之後的 梅格蘭斯呢 的主動技 呃,改變了 改變成點燃牆 然後這個 點燃牆的話 唉唷,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點燃牆 好 敵方全體點燃死獸影響目標狀有火屬性 即受到自身攻擊60倍的火屬性傷害 並持續到死亡 OK 是持續到死亡 喔 之前的好像是三回合嘛 對不對 但是 解放之後呢 是 這隻怪物死掉為止 OK 然後效果 持續期間呢 觸碰被燃燒的位置 所受的傷害減至為0 不包括煉獄之火所造成的傷害 這個 不太確定喔 不知道是不是指說 呃,有些光卡不是有那個 那個 燃燒符石嗎 然後你可能開這個技能的話 就是觸碰燃燒位置 並不會受到傷害 可是他煉獄之火 不太確定是 怎樣的形狀 會 會 會 不算 哇,這個技能很好用 所以才說這個 一定要是 放到第二個解放 或是 我覺得第二個解放 因為如果大家 對那個 燃燒符石沒有折的話 用 我們的 火妖 每一個燃石就對了 然後 自身攻擊力 又是被傷害的話 水屋 水屋的話 能不能加成啊 應該也是可以 OK 好,那我們 自己的火妖解 潛能解放 跟解說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來到 左下方的圖片 按個訂閱 也歡迎來到 粉絲按讚 與總統的消息 謝謝大家 繼續收看囉 謝謝掰掰